我佛无门 为人自造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请看三十三跟三十四 这两集 所谓善人 人皆尽职 天道幼稚 俘虏随之 众血远之 神灵未知 到这一段 善人 标准很多 这个最高的标准 那是大慎 大喜 往生经里面所讲的 诸上善人 智慧一处 佛说这句话 不是随便说的 确确实实 给我们 列下了标准 这个标准 就是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 敬业三福 这个三条 总共十一句 都做到了 那就是上善 如果做到前面两条 后面一条没有做到 那是中善 只能做到第二条 第二条 第三条 没有做到 是下善 可是 第一条 做到的人 就不多 所以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为什么呢 身到西方 极乐世界 决定是善人 第一条里面 有四句话 第一个是 孝养父母 第二句是 奉司司长 第三句是 雌心不杀 第四句 是 修师善业 我们这个四句 有没有做到 这四句做不到 说老实话 念佛 怎么样去念 日夜不间断 古人所讲的 你念到 如同铜墙铁壁 还是不能完成 为什么呢 一步是善人 人家那个地方是 善人之会一处 不但是善人 上善 聚会一处 你怎么能取得了 无量寿经上 跟我们谈的条件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发菩提心 这一句在哪里 三福 第三条的头一句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身心心志 上善 所以发菩提心 这个人 就是上善知 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 菩提心 菩提心是凡语 意思是觉悟 真正觉悟 精刚经上所说的 就是觉悟的标准 真正觉悟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如果诸位 真正对这句话 觉悟了 你什么都放下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希望的吗 没有一样放不下 放下就不是凡夫 大臣 彻底放下了 我们这一句经文 念得很熟啊 其中的道理 没有参透啊 我们没放下 这就是没有觉悟 佛用比喻告诉我们 宇宙人生的真相 如梦欢泡影 如露如意如电 交给我们 映作如实观 这样的看法 是祝福如来的看法 是最真实的看法 一点都没有看错 果然 把这个一切法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你还会有忧虑 还会有烦恼吗 你心里头还有牵挂吗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真实会能法师所说的 本来无一无我 何处也尘埃 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 他对这佛讲的两句话 真的明白 这个就是菩提心先前了 这就是菩提心啊 菩提心先前落实在生活当中 孝养父母才能做得圆满 什么叫孝养 前面跟诸位说过很多 古人讲的孝养父母兄弟 妻子儿女为一人 这是孝 它不是分开来的 它是一个整体 父子兄弟 妻子儿女 是一个整体 我们看起来没错 说的是有几分像了 小像 你看看 诸佛如来 化身大肆 他们和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为一体 这个孝才圆满 如果我们对于父母兄弟 妻子儿女 你是你 我是我 大不孝啊 怎么能做得到呢 这一个字 什么意思 都不懂 你怎么落实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 他们当然是 这你所讲的 人皆尽知 天道又止 那个天道是天神 保佑他 保佑他 他 他 或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为一体 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应 那才叫真正的善人 我们自己想想 什么时候 能达到这个水平 在离山江 那一念之间 只要你把念头转过来 你就转凡成神了 就转迷成五了 念头转不过来 永远沦落实在 深思凡夫 念头转过来了 就超凡入圣了 从哪里转起 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 转过来 这个东西 害得我们 无量借来 深深世世 高六道轮回 于一切众生 借下无量无边的恩怨债务 能还得清吗 不可能的 这个恩怨债务 只有一时一时的 往上增加了 决定消除不了 终于想一想 是不是这种情形 好在佛把这个四世真相 跟我们说明 这些恩怨债务 就同暗淫一样 虽然 生生世世在累积 在增加 总是一片黑暗 一盏灯 就把它照破了 所以是千年暗时 这一盏灯就能把它破除 这是说什么 回头 回头就没有了 堕落在里面 那就惆怅 无由静息 可贵的 是在回头 佛对我们的恩德 就在此地 不是佛的教会 我们哪里知道 这些四世真相 怎么会知道 回头 这是佛对我们的 大恩大德 回过头来 这才叫真的善人 于是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 这个难道是假的 我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 一切众生也有无量无边罪过 跟我们有两样 我能够原谅自己 能够饶恕自己 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 饶恕别人 故人 教人 教人 教得好啊 教我们 树极之心 树人 跟别人的 运结就能化解 以自备别人的心 以自备别人的心来 自备自己 才能改过自心 教得好啊 教得好啊 我们要能记住 要能够依教奉行 校养父母 养父母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知 把父母扩大到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皆是我父母 一切众生 皆是诸佛如来 这个校养 奉事 就达到虚空法界 这个善行才圆满 佛做到了 法身菩萨做到了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妄想分别 执着在作祟 害得我们做不到 害得我们永远在做恶人 以佛法里面 那个善人的标准 我们并都站不上 这是佛法的难处 可是这种难处 不舍不能克服 在自己 有决心 有毅力 有智慧 你就能克服 智慧 了解四十真相 决心 毅力 克服自己的 妄想分别之处 境界 就能提升 大幅度的去提升 我们今天虽然讲是发心了 学佛了 要帮助众生 其实 是有这么个念头 这个念头非常非常薄弱 换一句话说 没有把众生看在眼里 自己看得很重 看自己总是百分之九十九 众生只占百分之一 没有替别人做相 没有念头真正帮助别人 所以说 智慧不开 别人没有过 过度在自己 真正要修善 这佛法教学三个阶段 断我修善 善悟最低的标准 就是十卧 十卧业 十善业 最低的标准 还没有达到五界 佛教化众生 我们最低的标准 有没有做到 这个歌 这一门过程 真正做好了 学习圆满了 才从这里提升到五界 提升到十界 诸位如果能想到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能不惭愧 受戒 受的什么戒 世间人的实践都做不到 还有什么戒 现在大家在一起 混日子 没有认真在干的 真正认真干 决定不可以好高欧远 你出家 人家叫你一身师父 这一身师父 就把你送到阿比地狱去了 为什么呢 你是不是个师父 你配不配做个师父 师父最起码的 五界十善要做到 做到十善 还做不到五界 还不能称师父 这个时候我们把标准 降低到不能再低了 比佛的标准还低啊 佛的标准叫那个小思 小思是什么 沙米啊 试问问 沙米舍戒 二十四门为夷 你有没有做到 你做到了小思 人家称呼你 明时不相符 你就要堕落 这好称呼的啊 要称大四 那还得了 什么人能称大四啊 化身大四才能称大四啊 在我们佛门里面 你诸位看看高层传 哪个人敢称大四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都不敢称 人家称大四 不敢称大四 谁称大四呢 只有佛称大四 这个名称 敢随便称点 你不是佛 人家称大四 人家称你大四 那你就是冒充佛 冒充佛 还得了啊 你走到外面 冒充总统 马上人家抓去 就已经坐牢去了 判罪去了 你冒充佛 还得了 所以我们总要明了 学佛就是学一个明的人 不要学成个糊涂人 人老实 依旧还得到许多人尊敬 为什么呢 尊敬你是个老师 你是个本分人 老实本分 决定不能狂妄 不能虚伪 不能够较慢 认真努力 向佛学习 一定要断习气 习气烦恼太重太重 最不好的习气 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 一脑袋的是非人口 这是最不好的习气 最容易造业 如果是做破坏三宝的 那个罪业就重了 发起菩萨树神之药经里面 佛家 都在阿比蒂 为什么要造业 由这一张口 为什么不多 劝人做好事 为什么要设人家的过失 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一个人 聪明糊涂 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 暴露出来了 善人 卧人 也在这个地方 辨别出来了 多金 将许 无非是明丽 事处事迹 第一大善思 就是将许 孔老夫子 一身将许 释迦摩尼佛 一身将许 他们自己 教人 就是两张事情 一个是将许 一个是改过 学之不讲 有过不能改 孔老夫子 夜神 有律的 就这两张事情 学之不讲 你学了就要讲 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学了就要讲 多多的讲给别人听 到处劝勉别人 有过就要改 你学了不肯讲 就是你最大的过失 我没有机会讲 你今天从早到晚 你没有遇到一个人 遇到一个人 就对着一个人讲 遇到两个人 就对两个人讲 实在遇不到 像僧供一样 对石头讲 喜欢讲 喜欢度众生 喜欢帮助别人 要知道 劝别人也劝自己 劝的变速多了 时间久了 潜意默化 不知不觉当中 自己起来变化了 自己真的 醒悟过来 可见的 那个讲学的效果是多么大 怎么能不讲呢 现在是在讲 比过去方便多了 你买个录音机 买个录像机 没有人讲 对着他讲 讲完之后 再放开来的时候 你再听听他 你讲给他听 他再讲给你听 这个在现代这个时代 利用高科技 修学 归过劝善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 有机会要帮助别人 决定不能把机会放过 我知道多少 讲多少 不知道的不讲 跟您的讲错了 知道的就应当要讲 有疑惑的一定要问 向别人请教 多听听别人的开导 不同的意志 要有智慧能力就辨别 要有广大的心量 包容 我们才能开智慧 在道业上 才会有进步 后面这几句 都好懂 就不必多说了 人皆尽知 这个是显而易见 像孔老夫子 释迦牟尼佛 主菩萨们 几千年 之前的人呢 现在人提到 还是尊敬 天道又止 这天神 保佑他了 佛落随之 真正 行善 易善 行善 没有佛报 没有佛报 你也得佛报 佛从哪里呢 佛从善来的 善的感应 就是佛落 众邪原子 邪是指 妖魔鬼怪 自然 他就离开你了 神灵为止 护发神保护你 这是讲的 果得了 你一定得到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实地